今天晚上又住荒郊野外了 现在是我车窗开着了 所以能看到两个发光的地方 把我这头灯打开 就能看见车了 在关上 晚上的时候我会把这个车窗全会关闭掉 这样的话车就淹没在了黑暗当中 就比较有安全感了 关上窗户 再看看思路监控 现在外边其实是漆黑一片的 但是借助星光 监控还是能够查看一些环境的 上庄 太阳都这么高了 不能再睡了啊 起床 远处 好多马呀那 要不要 亲个嗓子 对方公 这种环境没有问题的 之前比这 在墓地旁边都睡过两三次 因为 晚上到的比较晚 根本不知道四周环境 找一个平衡的地 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起来 就发现旁边 什么情况 所以这种地方 可以 定期的 在荒野之中 感受一下 还是挺极致的 所以这种地方 就想用鱼的地方 我们就想用鱼的地方 就想用鱼的地方 今天鱼就要有鱼的地方 我们下来 对 这儿还这儿掉了 够喝二两的了 你这儿也不怕人 我发现您这个脚板挺硬的 这走来走去的没事也不疼 铁砂脚 这牛也不怕水直接就汤水过去 你不要了 我不要了 您留着 您留着喝 不用不用 我不太会做是吧 不太会做 谢谢您 拿着拿着您 今天我这饮料 下次鱼就能捞肚了 我路线 回到西林浩特市区了 我后边贝子庙 清乾隆年间建立的都是老物件 这是内蒙古四大庙宇之一 藏传佛教 这个是藏传佛教的元素啊 但很明显 建筑风格是汉式的 所以贝子庙呢 是唯一的 汉式建筑风格的藏传佛教 好 往里走 现在咱们等于是在这个位置 朝克沁殿 看看 非常宏大的一个建筑群啊 贝子庙在鼎盛时期 常住的僧人有千人以上 咱们去大殿里 转一圈 这边 现在已经是 空荡荡了 朝克沁殿是主店啊 其他几个店我看了一下 并没有开放 从外边更能看出 这贝子庙建筑群的规模啊 从那头一直到这头 前面有一个广场 这是中轴县 对面是西林浩特市 中轴县的另外一侧 其实这是有一个通道的 走 咱们去那边 沿着这个中轴县往前走 前边有一个小山 俄尔敦敖包 上去也具体跟大家说啊 上来了 上边一共是13座敖包啊 大大小小 敖包呢 其实最早期的时候 路标的一个作用 后来呢就是 祈福祭天 这么一个功能了 上边都是经翻环绕 天上还有人飞小飞机啊 这13座敖包 这13座敖包 各有各的含义 中间这个 长生天 敖包其实是蒙古族朋友 居住的地方 常见的一个是我啊 像内蒙古 新疆 青海 广泛的存在 刚才咱们是从这一侧的中轴县上来的 我房车呢 就停在了 继续下山 有一个停场 那个位置了 正常的敖包一般是由石头呀 土 木头 堆砌而成的 这当然是美化过的 像新疆沙漠地区 它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就拿那个红柳枝堆出来 行程到不 这就是我的主车地了 没有卫生间 谈不上三好啊 就是为了去被子庙方便 外卖到了 牛腩 鸡蛋 可乐 米饭 猜猜多少钱 26块钱 小零食 一些奶酪的东西 继续看这个 为了全人类 吃完饭 想去看一部电影啊 这就有烟火器了嘛 不像昨天晚上似的 来 来 我进来 那我看在哪里 我看在哪里 我看在哪里 这就是我看在哪里 那我看在哪里 我看在哪里 这个人类的 那我看在哪里 我看在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